第160章 九州益寿篇 怀王死后 我趁乱取走了魂丹 带回京城 给了陛下 雀永修的魂魄 老师回答 难怪杨燕说 血迹百姓时 精血上孵化作血丹 魂魄入地底 事后却毫无痕迹 原来是被雀永修趁乱到走 许其安恍然大悟 他还以为魂丹被地宗到手取走 没想到进了远景帝的腰包 这么说 地宗到手是为了所谓的 才参与了这件事 嗯 郑北王和地宗到手有一定的合作 不知道远景帝会不会也和地宗到手眉来眼去 这可不妙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要注意一下身份了 当日EV5的时候 地宗到手可是察觉出 我有地书碎片气息的 他知道楚州的那位神秘高手 是地书碎片持有者 那么守护九色金莲时 我就要抹去许其安的所有痕迹 许其安在楚州 楚州出现一位神秘高手 且有地书碎片气息 这说明不了什么 可是 如果许其安也是地书碎片持有者呢 这猫腻就太大了 想到这里 许其安又问道 远景帝与地宗到手 是否有暗中勾结 雀永修木然回答 不知道 远景帝炼制混蛋做什么 不知道 这不知道 那不知道 要你们何用 许其安有些生气 沉吟许久 无比严肃地问道 你有没有不为人知的产业 或者银子 雀永修老实交代 没有 护国公府虽在京城 但雀永修在楚州经营多年 私房钱什么的 就算有 也是在楚州 嗯 护国公府肯定要被抄家的 不然无法给助攻一个交代 可惜我现在不是打更人了呀 无法参与抄家活动 否则就发财了 许其安心口一痛 曹国公 你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产业 许其安再看向曹国公 我在京城有十三处私宅 养着外事和卵童 其中三处闲置 闲置三处中 有一处被我用来存放一些 真品古丸 字画以及银两 真品古丸不存放家里 而是存在外头 这些东西都是见不得光的吧 真是个可恨的贪官啊 许其安一边惊喜 一边批判 那些私宅的地器 房器在哪里 许其安又问 我用来存放古丸真品的那座宅子 地器和房器都在宅子里 其余的则在国公府 曹国公回答 可恶 十二座私宅离我而去 许其安心里一沉 涌起难以言喻的悲伤感 同时他对那座用来收藏 真品古丸的私宅 愈发地好奇了 房器和地器留在私宅里 而不是放在国公府 这意味着曹国公把那座私宅 和自己和国公府 做了彻底的割裂 不管哪一边出问题 都不会让双方产生联系 问话完毕 为了保留几分期待 他没有问曹国公私宅里 有哪些真品 把两道魂魄收回香囊 许其安走出密室 去探望天地会的三位同伴 他们分属不同的房间 许其安率先来到李妙珍房间 敲了敲门 支 门打开 探出一张倾国倾城的容颜 那是许其安的纸片人老婆 她 她旋即又把门关上 又过了几分钟 房门重新打开 李妙珍穿戴整齐地坐在桌边 楚彩薇正在收拾药膏 纱布 药胡等物件 刚才是在换药吗 许其安不动声色地 在李妙珍身上描了一下 关切地问道 没什么大碍吧 等李妙珍点头 她说道 远景地下了最几兆 并承诺不会为难你 因此你不必过早地离京了 其实 就算他不原谅你 你也不处 天宗的道手 可是和监政同级别的存在 给远景地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真的杀你 有爸爸撑腰就是好啊 许其安内心感慨 难怪他以前看小说的时候 那些有靠山的反派 总喜欢上蹿下跳 嚣张好横 要不是倒霉碰到了主角 一般人 对他们 还真无可奈何 还有什么事吗 李妙珍皱眉问道 你怎么一副 要赶我走的样子 我影响你们三方局势大好了吗 许其安心里吐槽 笑道 混丹 我想知道 混丹有什么用 李妙珍文言 用疑惑的表情看他 仿佛在说 金莲道长不是告诉你了吗 许其安压低声音 我刚才通灵了 雀永修的魂魄 从他口中得知 需要混丹的 不是地宗道手 而是远景地 李妙珍瞳孔似有收缩 许其安继续道 就根据金莲道长所说 混丹似乎不足以让他 做出这等丧心病狂之事 但事实确实如此 所以 我猜测 混丹可能还有别的 不为人知的用途 李妙珍沉吟许久 缓缓摇头 这时 楚彩薇好奇道 是用魂魄炼制的那种混丹吗 许其安转而看他 用质疑的目光和语气 问道 你知道 这可不像楚彩薇 大眼蒙昧 不像是处理艺术外 还会去看其他领域书籍的 好学之人 楚彩薇就说 宋师兄前几天做研究时 说过 混丹也许能让他炼制的 肉身和魂魄融合 但也只是猜测 毕竟混丹过于珍惜 炼制条件苛刻 他不可能杀人炼丹 坚政老师会第一个干掉他 嗯 我听宋师兄说 观星楼八楼的藏书阁里有关于混丹的记载 许其安和李妙真立刻说 带我们去 这 除彩薇露出为难之色 藏书阁是四天剑的禁地 只有门内弟子能进 而且还要先取得监政老师 或杨师兄同意 我不能带你们进去 不然会受惩罚的 李妙真顿时有些泄气 许其安上前拍了拍彩薇的乡间 这几天想吃什么 尽管跟哥哥说 满足你 除彩薇没开眼笑 我这就带你们去 李妙真愕然 你不怕被惩罚了 哎呀 都是小事 三人一轨进了藏书阁 除彩薇却想不起来 那本记载浑丹的书籍叫什么 放在何处 一排排的书架 摆满若大的空间 想从里面找到相关记载 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 我去问问宋师兄 除彩薇吐了吐舌尖 蹦跳着走人 李妙真和许其安黑着脸 漫无目的地搜索 突然 许其安被一本古籍吸引了注意 《九州异兽篇》上卷 书中记载 异兽是远古神魔后裔 古代魔神有多少种类 根据后世的异兽 便能窥探一二 数量最多 繁衍最广的是骄 书中提到 骄的元祖 是一种叫做龙的神魔 又比如云州传说中 出现过的那头异兽 自海外而来 呼吸间风雷大作 暴雨肆虐 元祖可能是叫做麒麟的神魔 许其安一篇篇地翻着 愕然地发现了一位老朋友 玲珑 玲珑的元祖是什么 无惧可考 他最开始被载入历史中 是在上古人皇时期 是人皇征战五湖四海的座起 乘风破浪 乃水中霸王之一 这不对啊 就那头舔狗龙表现出的姿态 根本不像是水中霸王 许其安心里吐槽 怀着疑惑 继续往下看 他看见了一些不同的信息 怀庆与他说过 玲珑洗石子气 因此追逐皇室 成为皇室的半身灵兽 对皇室来说 也是人间正统的象征 但书上说 玲珑还有一个能力 就是吞吐王朝气数 让王朝的国作更加绵长 万物圣极必衰 是冥冥中的天意 当一个王朝的气数 如烈火烹油时 它必将迎来衰弱 而玲珑能吞吐气韵 气韵过盛则吞噬 气韵衰弱 则吐出 让王朝的气数 始终存在一个平缓的程度 气韵平衡气 许其安脑海里闪过这个词 这 我刚穿越过来时 就怀疑过 这个世界的王朝气数 和我地摊文学里 研究出的三百年定律不相符 我当时认为是 超凡力量存在的因素 但现在看来 莫非是玲珑的存在 正思考着 楚彩薇蹦蹦跳跳地返回 催生道 那本书叫《奇丹路》 再以为 第三个书架 第二格 我帮你们取 许其安收敛思绪 跟在楚彩薇身后 看着他从以为第三个书架 第二格抽出一本书籍 《奇丹路》 结果让人失望 浑丹的作用 金莲道长基本已经概括完毕 并没有遗漏 金莲道长身为到门老前辈 确实不可能遗漏浑丹作用 那就是说 要么浑丹只是幌子 要么浑丹具备的这些作用里 某一条至关重要 但我们没有发觉 许其安暗自私存 他决定 有机会找骆玉衡讨教讨教 至少要把这件事告诉骆玉衡 让他盯着远景地 当然 在此之前 他要先询问金莲道长 善良的小姨跟我不熟 他能不能信 得由金莲道长来把关 许其安心说 嗯 明天先去一趟曹国公的寺宅 后天去云露书院接二叔和婶婶 接着再联络金莲道长 问问小姨能不能信 还有 人 七王妃得接回来了 不能一直把她留在外面 破事真多 耶 月华如霜 在湖面镀上一层浅浅的 柔和光辉 玲珑趴在岸边 无精打采的模样 时而打个响鼻 时而拍打尾巴 搅起水波 搅动临循波光 一道人影从黑暗中走来 在玲珑面前停下来 她俯身 摸了摸玲珑的粗硬的棕毛 叹息道 怀王图成案 终究是公之于众了 我没能改变结局 没能挽回皇室的颜面 玲珑慵懒地打一个响鼻 算是回应了那人 她继续说道 皇室颜面无存 意味着失了人心 而失了人心 则代表气韵又散了一部分 我确实是想散气韵 但这超出我能承受的极限 震和你一样 在努力地维系平衡 一点都不能多 一点也不能少 但外面那些人太不懂事了 魏冤更不懂事 屡屡忡逆震 她停止抚摸 把手掌按在玲珑眉心 声音温和又冷漠 把震存在你这里的气韵 还回来一部分吧 玲珑黑扭扣般可爱的大眼睛里 闪过憎恶和抗拒 但终究什么都没做 任由她攫取气韵 次日 清晨 喳喳 石门缓缓打开的声音里 许七安朝着黑油油的弟弟 喊道 钟师姐 我来接你了 不久后 裹着不衣长袍 披头散发的钟礼 缓步登上时接 她昂了昂头 凌乱的发丝间 那双水灵灵的毛子 跳动着喜悦的情绪 自许七安北上 已经一个半月时间 你修为又有精进了 钟礼小声说道 你却还是老样子 许七安把手掌按在她脑袋上 钟礼拍开 她又按上去 钟礼又拍开 那你回去吧 许七安生气地说 钟礼就服软了 任由这个喊她师姐的男人摸她脑袋 她带上钟礼和李妙珍 纸片人老婆 还有楚元枕 两批人踩着飞剑 咻的一声 从八卦台冲起 朝云路书院飞去 你为什么也要掺和 许七安愤愤不平地传阴楚元枕 四个人一把剑 多挤啊 我带你一成不好 楚元枕无辜地解释 这人是没有良心的嘛 她伤势还未痊愈 就充当车夫 带她去云路书院 她不思感谢 反而指责自己 察觉到楚元枕的不悦 许七安叹息一声 也不好把自己猥琐的心思 表现得太赤 裸裸 无奈道 我就是想回味一下挤地铁的感觉 挺怀念的 何为地铁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云路书院的先生们 这两天过得很不开心 甚至心性浮躁 因为总有一对不识抬举的夫妇 逮着他们就说 教教孩子吧 教你老母 先生们心里如出一辙的咆哮 那孩子他们知道 许家的小姑娘 许宁艳和许慈舅的妖妹 气人很有一套 没想到她又来书院求学了 书院有十几位学富武车的先生 教兵法 精益等等 按理说 教导一个志同启蒙 岂不是信手拈来 但有些人总是天赋异禀 他们和常人的思维不同 适用于普通人的那一套 用在他们身上并不适合 许林音就是那种天赋异禀的孩子 承虚玉丰 脚下青山如带 观到条条 紧用了两刻钟 许七安便来到青云山 她往下看了一眼 看见临近书院的凉亭边 枯草里 躺着一个孩子 扎着肉包子似的发迹 我看到许林音了 下去下去 楚元枕一眼 降下飞溅 落在凉亭边 许林音躺在地上 呼呼大睡 浑身沾满岁叶和草屑 许七安上去摇醒她 怒道 你在躺这里睡觉 我就喊你娘来打你 是大锅呀 许林音勇敢地保持着四仰八叉的姿势 不理会大哥的威胁 我和师父出来打野位 师父打着打着就不见了 我累了 就睡一会儿 许林音调理清晰地解释 然后竖着小眉头 补充道 我才不怕娘打我 许七安冷笑道 你不怕娘打 难道也不怕 你爹用竹条抽你 许林音瞪大眼睛 双手护住小屁股 大惊失色道 大锅 我的驼儿好像开始痛了 驼儿是什么东西 许七安像拎小鸡似的拎起她 往山顶走 驼儿就是屁股啊 我新学的字 小豆丁终于找到机会教育大哥 你知道了吗 那是屯儿 屠儿 臀 屠 小豆丁跟读了一遍 有没什么问题吗